人来人往的香港基隆街 一间由慈善组织经营的香港抗议站 四月悄然落户于此 因为售卖的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用品低于周遭试价 居民们纷纷前来选购 这间位于闹市的抗议站 每月只需缴纳一港元的租金 就连水电、拆响等费用 都有为好心业主帮忙承担了 在社会风波以及疫情的双重影响下 香港零售、餐饮等行业陷入大萧条 为向租户提供切实的支援 香港社会商铺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办人 见行政总裁李更新 日前推出一元招租计划 他以每月一万港元的价格 从其他业主手中租下商铺 再以一亿港元的价格进行转租 目前已有五间商铺受惠于这一计划 优先考虑就是社福机构 社福机构的话 他们卖的产品的话 他们都是非牟利 对街坊有利 所以先考虑他们 第二考虑就是私人的公司 如果他们有比较有规模 他们做事也比较efficient 也比较快 他们也可以很便宜的价钱 卖给街坊 李更新一把自己私人持有的 位于港岛烧西湾的一间商铺 加入一元招租计划 社福机构在此开设咖啡馆 虽然每月少了逾五万港元的租金 但李更新认为 现实承担社会责任 比赚钱更重要 2019年下半年修理风波发生以来 香港经济急速转差 许许多多餐厅 零售商铺 因缴纳不起租金 被迫停业 同样经历过艰难创业路的李更新 非常能体会中小商户 此时面临的沉重压力 最主要在香港推动经济的 推动经济 创造那个昼夜的 不是业主 是那个在下面铺头 做生意的小生意中小企业 所以作为业主的话 应该有一个社会的责任 这是辅助 这是中小型的企业 辅助他们的住客 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倒闭 他们是真正推动香港经济的人 李更新预计将议员招租计划 扩展至十间商谱 同时 他正在筹划建立良心业主经济圈 呼吁更多业主 能够与租户共度时间 为他们减租 以及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他相信这样能给业主 带来更好的声誉 亦能缓和社会矛盾 利于香港经济重振